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老林 之前呢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呢 是关于眼部刷具的选择的 那么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常年用了很多年的一些工具 今天呢就跟大家做 之前那一部的姐妹片 就是关于面部刷具的选择 我会介绍我现在手上的刷具 但是我并不会推荐 我现在所有拥有手上的刷具 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 和自己的预算 自己去决定怎么样的去选择 我们就按刷具它不同的功能来做介绍 第一个就是粉底刷 其实我必须要承认 不管你用了多少支粉底刷 或者说你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个粉底刷 它最后刷出的效果呢 都赶不上一支 Beauty Blender 这一支呢是Beauty Blender 这支是Real Techniques 即使这一支Beauty Blender 或者说你这个彩妆站 是一个比较便宜的 甚至说淘宝的或怎么样 就是比较廉价的彩妆站 它的效果都会比刷具要稳定很多 因为它完全不挑肤矿 这个产品我就比较推荐给皮肤 比较敏感 或者说是容易爆皮的那种女生 但是如果你恰好是那个幸运的皮肤也不敏感 然后也没有干皮 混油 或者说是皮肤状态很好 很稳定的一个女生 又想用刷具来化底妆的话 我就有以下的几种产品 向你介绍 第一个就是底妆现在的产品呢 分液状的底妆 就是Fliquid Foundation 或者说是那种粉状的底妆 我先从液状的底妆开始说 液状底妆呢 一般来说现在市场上的刷具就是两种 要么就是纤维毛 要么就是羊毛 它们两个产品呢 其实各有各的特点 我一一介绍吧 第一个先介绍这个纤维毛的刷具 这支手上的这支是Dior 这支纤维刷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所谓的蛇形刷 就是一开始 我刚刚学习怎么样去化彩妆的时候 我就看彩妆师 都是喜欢用这种蛇形刷 给客户上粉底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我要专业 我就应该买这种蛇形刷 但实际上呢 蛇形刷是一个现实生活中 比较不好操作的一个东西 你刚刚开始学习化粉底的时候 实际上你用量啊 手法都是掌握不好的情况之下 它是比较容易刷出粉痕的 我的推荐就是 如果你想要挑选一支蛇形刷 你就在可以选择的范围里面 挑一道毛相对比较多 体积相对比较厚 扎的相对比较实一点的一个刷具 因为它本身蛇形刷全是纤维毛 其实我知道在纤维毛里是有高级和低级的区别的 但是在我感觉上来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大 可能低级的纤维刷塑料感会更强一些 但是如果说你能挑到一个扎得很密 毛比较多的那种 也许会比高级的纤维刷就是扎得比较不好的那种 效果说不定要更好 所以我觉得它是不太挑材料的一个刷具 它挑的是刷型 现在很多各种归铜的刷型有的那种 扎得特别多的那种 还有各种各样 3D那种形状的刷毛 刷毛的那种刷具啊 我觉得你都可以自己去 用你自己的时间和你自己的钱去试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支的原因 是因为它比传统的蛇形刷稍微要厚一些 你就能够通过它这个铜管的 这个粗细程度能看出来 它刷毛是稍微多一些的 我刷它发现呢 出粉痕的几率稍微小一些 因为它可以用两种方式上妆 第一个就是你先不要拍太多粉底 均匀地拍上了之后呢 你采取一个这种拉拽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发现有任何地方有粉痕的话 你就可以再回去继续这样拍 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因为它的面积也是适中的 所以它没有那种特别小的刷具 刷起来觉得有点没有效的那种感觉 它其实刷的速度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支刷具 一般来说如果说我粉量不多 也就是说一次点粉量不多的话 其实这支刷具差不多两三天洗一次就OK 我的意思是说天天化妆的话 如果你不喜欢纤维刷 你觉得我想去试一下另外一种材质的刷具呢 就现在就是有这种羊毛刷 推荐给大家 这支呢是日本的品牌 叫做晃又堂 英文Koyoto我是在CD Japan上买的 买的过程反正挺曲折 等待时间很长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相对价位 比较高的羊毛底妆刷 它这个形状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小 就跟我的手掌 比我的手掌还小 它这种形状的短手柄刷具并不是 所有人都会爱的 但是我就非常喜欢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近视眼 或者说你是很高度的近视 我严重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就比如说这支Dior的底妆刷 我在刷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它限制了镜子跟我的距离 我可以这样斜着刷 这样但是就经常容易不注意的 就蹭到这个镜子上面 如果我用这支短柄的刷具的话 其实我的镜子可以离很近 我刷也没有问题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近视眼的福音 它是一支用小山羊毛 扎出来的刷具非常非常的密实 这个羊毛扎得很结实 而且它的形状做的是一个 如果这么竖着看 是一个小椭圆形 就感觉在脸上的感觉 有点像一只猫的那个小肉垫 那种感觉 从形状和手感上都有点像 很柔软 本来我以为羊毛这种产品 应该是用来去刷干粉的 不应该去刷一种液状的产品 也许不会好用 我到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去买了它 后来我发现真的很好用 因为它刷毛更密集 而且它的面积更大 其实它是上妆的速度 会比这支刷具更快 而且它可以很不容易出粉痕 其实所有这种上底妆的刷具 刚上第一刷的时候都会出粉痕 区别就是不好的刷具 不管你怎么刷 你刷多少次 你那个粉痕还是存在 好的刷具就是刷两三下 你的粉痕就消失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不怎么容易出粉痕的刷具了 但是这支就几乎是看不见粉痕的 因为你刷两下就完全消失了 是一个非常适合刷质地比较厚的那种cream状的 或者霜状的那种粉底的产品 羊毛和纤维毛的区别就是羊毛是有毛鳞片的 就像我们的头发一样 它毛鳞片在你的这个就是一根毛上像小钩子一样 你把它占到一个东西里面 它会把那些产品都勾住 所以说它会吸附更大量的粉底 比这个吸附能力要强很多 这个几乎是没有吸附能力的 如果你用纤维毛去上妆的话 你可以保证你这个底妆它本身的光泽度 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有光泽度的底妆 用它之后还是有那个光泽度 但是如果你是用这种羊毛去上 在我个人的感觉 它真的会吸收一部分就是那个底妆的光泽度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是混合偏油 应该比较适合羊毛上刷具 因为它在上的同时 它会给你吸收一部分油脂 这样你在一天的持妆过程中 你脱妆的可能性也会减低 这就是我个人的理解 但是也有人说羊毛刷具呢 上脸之后有一种抛光的感觉 我个人使用完全没有发现这个特点 但是我想可能也跟我化妆的习惯有关系 因为我脸上经常有干皮和敏感的现象 所以我从来不会打圈上妆 我永远会这样 所以说呢 我会推荐这两种类型给不同肤质的人使用 但是不一定非要这两支刷具 接下来就是两支粉状产品的刷具 粉状底妆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矿物粉底 我手上的这支是bare mineral的 其实这个底妆我当时买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是纯粹的是因为 我对这种上妆的手法和对这种产品感兴趣 我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底妆 但是我用过之后我发现并不适合我的状态 因为这种底妆呢 它需要就是有一支刷毛非常密 然后呢刷的这个横截面非常的宽 又很平的刷具 用来这样用一种直角的角度 比如说这是你的脸 直角的角度是这样 去buff 所以说对于我的脸来说 就真的是一个很刺激的一种上妆的动作 我为了它呢 我够了两支粉底刷 我觉得这两支粉底刷是可以用来刷这种产品的 但是这两支粉底刷呢 有一支我是完全不推荐的 先跟大家说第一支 第一支 这两个都是晃又糖的 松鼠毛混羊毛 它非常的柔软 其实有点感觉不到 就是羊毛的成分 就觉得好像即使是羊毛 可能也是那种质量很高 或者是很软的那种羊毛 它既有羊毛的这个弹性 又有松鼠毛的这个温柔 软的这个程度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羊毛和松鼠毛混的 很完美的一个刷具 你用它可以用来上这种粉状的底妆 占完了之后呢 你就用一种打圈的方式 打到脸上 但是呢 因为这个刷具 它本身的这个刷毛 是有一定的长度的 就说它有一定长度 所以它是 它是有一定的 就是移动的空间 所以它上粉的状态呢 虽然是一种打圈 buffing的一个状态 但它上粉是比较淡的 所以说对于这种粉状底妆呢 除非你是皮肤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只是想薄薄的上一层粉 稍微的均匀一下 肤色的人是适合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有一些问题 需要多遮一些的话 用这个就是几乎是没有办法太遮住什么瑕疵 其实这种底妆哈 就这种粉底 粉状的底妆 也不是特别适合皮肤状态不太好 然后瑕疵比较多的人 因为它本身的状态就是 虽然你看上去觉得这个粉遮瑕度很高 但是你要是想把它很均匀的上在脸上 以一种粉底的状态上在脸上 是就是说操作难度是很高的 对于刷具和你上妆手法 还有你皮肤状态都是有很高要求 实际上所以我觉得 这个产品我真的不是特别推荐初学者去使用 只是推荐就是彩妆 使用了一段时间用正常的那些粉底 你就用的觉得好无聊 你想试一试尝尝先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但是你试了也不见得会喜欢 真的是这样它太挑东西了 第二支呢就是这支 这支就是说在Coyoto他们的系列里的叫Fupa系列 Fupa系列呢就是粉铺系列 就是所谓的我取名这样短粗胖系列 他们家所有的这个系列的刷具呢 手柄都又短又粗又胖那种感觉 这一款呢叫DECA Fupa 就是超大号就是大号的粉底铺 实际上我觉得它这个形容很对 它就是一个用羊毛扎出来的粉铺 毛非常非常的密 而且扎的形状很完美 就是视觉的角度上看 也有一种毛茸茸粉铺的那种感觉 我给这个粉铺取了一个名字 它叫粉底收割机 好我们现在进广告时间 你有贵价粉底吗 你有粉状产品永远都用完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 我极力推荐你使用这款Coyoto晃尤唐家的DECA Fupa粉底刷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不管用什么样的粉底 OK就打怕说这个Bare Mineral的这支 你得倒 你多倒点 倒到里头了之后 然后你把这个粉铺 尽量的啊 这个刷具尽量占均匀 然后你这样匀一下 匀完了之后你看觉得好像蛮多粉的 是吧 你就随便找一个脸上的地方 你给它上上去 采用一种Buffing打圈的一种方式 你就给它上 这下度也挺高的这么上 我看一下啊 上完了之后看 已经没有了 就这么刷了两下 然后你想哎我的粉底呢 然后你就OK Not enough 继续占 又占这么多 继续打圈 下一个部位 刚刷两下 哎粉底又没了 哎呦 我用它 我跟你讲 我好心疼 我不是心疼这刷具 我心疼我这产品 尤其你说你手上要有一点 那种比较贵一点的粉饼 千万不能用这样的刷具去上 因为只要就是 它只要走过哈 寸草不生 因为它的毛太密了 而且又短 它没有太多移动的空间 它在动的时候 你感觉不是一根一根毛在动 是一整块 一个整体 像行军一样的一块海绵 在脸上就这样 拖拽而过 所以说它可以吃粉的量 非常非常的大 它适合上就是比较 遮瑕度高一点的 这种粉状的产品 就你可以把一个粉状产品 遮出很高的遮瑕度 但是呢 我每次上它 我都好心痛啊 因为尤其是你要是有一些 贵价的粉饼啊 或者粉状产品 你就真的是没两下就没了 就这个粉 我就用过两三次 就用了一半就不见了 如果要是粉饼的话 我就这样两下 估计那粉饼就得凹陷了 这个刷具让我真是受不了 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虽然说它自己叫做 它是粉铺 但是你知道粉铺你是可以 拿一个粉铺 哪有粉铺啊 我就拿这个就是代替粉铺 就做一个实验啊 假装说你是这个粉铺 如果你在上一些 鸡脚的地方 你是否可以这样 把它折起来 然后就上了这个角落的位置 这只刷具根本不行 它很多地方 实际上在一些 边边角角的地方 它是上不进去的 它即使努力的去 努力的把它怼到这个位置 它也是一个 很上不匀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它的这个形状 其实限制了它的功能 它只能去涂一些 很平坦的大面积的位置 而不能涂一些 比较边边角角的 小一些的角落 所以说它上粉 就真的是限制挺多的 我个人认为 我是完完全全不推荐 这一支粉底刷的 它可以 我觉得作为收藏 或者说作为一种 化妆品狂魔的 梳妆台上的一个 叫做什么 Display 或者说是装饰品 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是想用它来 真正是 有实际的功能的话 这个其实是 有一点 鸡肋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用吗 至少我买了之后 我使用率非常低 我严重不推荐 接下来是说 上蜜粉的产品 其实蜜粉 你可以用粉铺去上 蜜粉 如果用粉铺上的话 它就会上压的 比较实一些 这种上妆的方法呢 就比较适合 油性皮肤的人 这样的可以让你 持妆度更好一些 尤其是在T棕的位置 如果是你是干性皮肤呢 我就建议拿一支粉刷上 我个人习惯 是喜欢用小号的 所以我自己呢 手上有一个RNK的 这个刷具 其实它是用来刷腮红的 但是我很喜欢 它这个形状 它这个形状是 扁的 正面看 上面是有一个 平的一个平头 但实际上 它侧面看的话 它整个这一平面 都是一个取粉面积 刷具的那个取粉面积 是跟刷毛的长度和层次 有直接关系 它这个层次 从这就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它化妆的时候 可以整个这个位置 都能取到粉 用完了 沾到蜜粉了之后 你就可以这样 就是说 很有方向性的 去再局部上粉 就是你不想上到粉的地方 你完全可以避开它 我比较喜欢这种小刷子 多过于喜欢大刷子 因为我觉得大刷子 有时候上的 你都不让你在上什么东西 你就把满脸铺的粉 有的地方铺的不匀 你根本都看不到 所以说 尤其是蜜粉 一般都是透明的嘛 所以我觉得 比较适合 用来上蜜粉 这支刷具呢 我不一定会推荐给大家 就是一定要买这支 你只要在你自己的 现有的刷具里 找到一个 和你自己脸型 和你自己的这个 就是 脸的 那个面积大小的 然后呢 可以这种平平的 网上拍粉的东西就可以了 甚至上有一些高光刷 也是可以做到 这个功能的 接下来这三支 就是我所谓的 高光和修容刷 先从高光开始 高光我其实有两支 高光刷 这一支呢 是BECCA的 一个旧的一个粉底刷 现在肯定是买不到了 因为BECCA整个的东西 全都换了 就是 哎呀 它们老换了 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了 这个刷具的质量 并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这个手柄 就是用了这么多年 慢慢就裂开了 但是这个刷毛形状 我喜欢 为什么呢 它虽然是一支纤维刷 但它是一个 有点像手指的这种形状 是整个的一个圆弧的 肩上去的 这样往上收的这种状态 它在蘸粉的时候 我比较用 喜欢用它来蘸这支 这支 Shu Mirror 这是白色的这个粉 这是一个雾面的光 高光粉 然后你蘸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 非常有效率的 直接擦在眼下 因为这个粉 它是不可以乱擦的 只有几个地方是可以擦 比如说眼下的位置可以擦 法令纹的位置也可以擦 偶尔呢 也可以擦在就是这个鼻子地方 所以它要求你上粉 很精确 但是又不能上的太多 就很适合这个形状 其实纤维刷不是就一定要刷液体产品 或者说也不是说羊毛刷 一定要就要刷粉状产品 它们是可以互相换着来的 但是纤维刷的特点就是 它在刷粉状产品的时候 然后它抓不了太多的粉 它抓粉力其实比同样的就是都是羊毛刷要弱一些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可以刷出比较柔和的一个线条 因为它没有抓那么多粉 即使有时候你下手力气不是特别注意的话 也不会把这个地方上的特别的重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它来干这个 就干这一个功能别的什么也不干 以前我也曾经用它刷过那种就是有闪粉 有亮面的那种高光 就是有光泽度那种高光 但是我发现我刷的时候吧 它必须得用它这个地方 这个小三角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刷的时候必须这么刷 我的手的姿势不是特别的 我不是特别喜欢我手这个movement 所以说我后来就只用它刷这个雾面的高光 然后我手上呢有一支就是之前买的 也是晃尤堂他们家的一支平头的刷 我觉得反倒很适合用来刷这种亮面的高光 因为它的平头是这种状态对吧 假设我有一块高光 拿这个 比如说我有一块高光是 是这样的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就这样平着站下去 然后也不需要想太多 因为它松鼠毛抓粉底入 然后就可以对着自己脸的这个位置 直接下手就这样 就这样C字的这个位置 就这样擦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你不用太担心它会擦的 就是有一些高光刷 它的边缘是有问题的 它有时候擦完了之后 它会擦出像金条一样的边界 这种刷具呢 因为它的抓很力弱的原因 它又松 所以它就是即使你多刷两次的话 它也不会刷出那种边界 它只会把整个这个光很柔和的 给你上到你最高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样形状的刷具呢 我就比较喜欢用它上高光 你可以找同样形状的刷具就OK 不需要一定要买这两款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买不到的对吧 这个是我觉得价位有点偏高 但是我很喜欢 我个人就喜欢松鼠毛这个材料 虽然它焦气 但是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我皮肤的状态 大家也见过就是我没化妆的时候 那脸什么奶奶样了 就是红的都不行哈 我稍微一抠哪个地方就红 如果有瘦点什么刺激就长疹子 我是属于非常敏感脆弱的那种皮肤 我是小姐的身子压祸的名 接下来呢就是一支修容刷 这支刷具是哈孤厚的 就是是不是白鸟糖白凤糖 哈孤厚的那是白什么糖 哎呦好笨呢 这点都不知道回去查啊 这个是S103 就是我好多年以前买的 当时买了很多年 就真的不知道它能用来干嘛 刚刚买来的时候 我用它铺过眼下的蜜粉 然后用它刷过这个腮红 都觉得有点刺痛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好多年都没有用过 真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在网上去research刷具的时候 因为我在想买别的刷具的时候 我才发现呢 原来我这支刷具 一直以来使用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这支刷具实际上来说 最适合我的方法 是用来做修容刷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叫做 我以前管这种刷具叫垃圾刷 其实大家都叫它火苗刷 因为它就跟火苗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 它到了头是一个 完盘全新一个尖的一个point 所以你在画 比如说修容产品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 咱们就不说了 就最主要的修容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位置 怎么去修 它的这个刷具 比如你上了粉了之后 你在侧面上粉 上完了之后 你在画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画 你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刷具跟脸的接触面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很大面积的接触 可是等你到了这的时候 你这样往下一甩 你实际上是 这个最尖的这个头的这个位置 是接触最前面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最终画出来的 那个粉的形状 它是一个后面宽 然后前面窄的一个三角形 这其实就是修容 最基本要求的形状了 所以这特别适合来画修容 如果你有一些哪个地方 比如说下额的这个地方 你就这么一扫 因为它是比较粗糙的羊毛 它晕染力就更好 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的 把比较深的修容粉的颜色 给你晕开 反倒可以画出一个 比较自然的一个修容 所以我觉得这只刷具 我终于找到了 这么多年 终于找到了它正确的使用方法 我很开辟 有了它之后 我觉得不需要再买 任何其他的修容的刷具了 所谓的什么斜角刷乱七八糟 我觉得都不需要了 因为我不想画很明显的修容 我想画柔和一点的修容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别人看不出来 我画了很重修容的那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种刷具 很适合我个人对彩妆的这个需求 如果你也是在寻找一只修容刷 然后不知道找什么样形状的话 我会推荐你这个形状的刷具 而且真的真的不需要这个牌子 因为这个形状的刷具现在已经很多了 很多牌子都出 而且我发现了 作为一只修容刷 你不能买一个太贵的毛的修容刷 比如说你买个什么松手毛 很软的那种羊毛 没有必要 因为你刷的位置是你脸的外圆 就是你全脸上下最不敏感的皮肤 像我这种情况 用这个刷都觉得很柔软 说明了 就这个地方我真的就没有那么多痛觉 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它根本就不挑皮肤 就是你皮肤敏感 也可以买一个比较廉价的毛 而且呢 这个比较粗糙的毛是有必要的 因为它这个粗糙的感觉 才可以把你深色的修容给你刷开 但是呢 你要挑一个合适你脸的大小的 就是说 它的这个火苗的大小 跟着你脸整体的比例来算的 你如果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小脸的女生 你就不能用一个这么大的刷子 你应该买一个小号的 如果是你的脸比较大的 你也许用这个刷子还不够 还需要买一笔 这些稍微再胖一点点的 就看你自己的 就是说本身的状态 跟别人推荐的 你只能听一部分 就是听个大概 但是自己去选择的时候 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就是个体的调整一下 对吧 明白了吧 不要乱买啊 千万不要乱买 接下来就是我们家 陪了我好多年的 我们家大娘子和我们家小娘 最近看知否 看的就是有点那什么 就是什么来着 中毒了 所以说 本来想说大老婆二老婆 现在说还是说大娘子和小娘算了 我对他们家的感情是什么呢 就是大娘子呢 是我的原配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抛弃我的大娘子 我的小娘呢 就是是花心的时候 出去溜到了一圈带回来的 如果说真的到了那个坑截的时候 我可以抛弃我的小娘 我只留我的大娘子 我就是这种感觉 先说就是这一只 这一只呢 我们家的老大原配 就是苏库 苏库的cheap brush 就是他的这个腮红刷 这只刷具其实很贵 我记得我当年买它的时候 八十多块钱 我是工作了几年以后 我是为了奖励我自己 我去selfages买的 买的时候呢 就是还挺开心的 就觉得啊 我买了一件就是很好的工具 你对这个只刷具的出印象 也许除了觉得它软之外 你可能不会敲出其他优点 因为什么呢 它太小了 看上去就觉得正常的腮红刷 其实这个就是正常腮红刷的大象 你就会觉得哇这么小 我花了那么多钱 只买了这么小 一搓搓毛 就觉得好不值得 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你这钱花的太值得了 为什么 这就是一只傻瓜刷具 就是一只可以把一个化妆小白 变成化妆师的一个刷具 为什么呢 它太柔软了 它抓粉度又很轻薄 所以说任何显色很猛的那种刷具 在它面前都毫无畏惧 你就可以完全不用脑 很豪放的把这个刷具这样站出去 想都不用想 站完了之后 拍一拍 然后刷一刷就开了 很容易画出一个非常自然的晕染 无边界晕染 就从上手的时候就会觉得 好好好漂亮 让无脑上妆 我用这个刷具用习惯了 再用这只刷具呢 经常把自己刷成猴屁股 因为我忘记了 每个刷具是有它自己不同的个性的 你对它的方法要改变 所以说 我对它是很满意的 它唯一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稍微比较脆弱 它其实不管是从刷毛脆弱 就不能经常洗 还有一个就是它刷管也脆弱 我摔过两回 就等于把这个地方剧都摔扁了 摔扁了之后刷型就稍微有一点变化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 松鼠毛 由于它的本身的质地的原因 它又软了又糯 它其实就是在做工上 是很要求这个匠人的手工的 所以不是谁都可以 把一只松鼠毛的刷具 扎得很完美的 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就是人工费高 它原料费高 所以说我认为 它又是手工制造的 这个刷具要这个价钱 是非常良心的价钱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但是呢 消费者购买它呢 考虑的不光是它值不是这个钱 还要考虑它自己自己 就是在使用上 到底能不能用得上 我确实承认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用得上 这样的刷具的 就看你对于这个产品 或者说对于上妆 尤其说上腮红 这一个步骤 到底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 你希望投入多少钱 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可以去找 类似形状的刷具 因为我知道现在中国 那个淘宝上也有很多 有一些是仿刷呀 然后有一些是 匠人 他们自己做的品牌呀 他们的也挺有想法的 对吧 你可以找一个类似形状 差不多原料的 因为松鼠毛的特点 就是它特别的软 你在就是说 你给它一点压力 它整个就散开 就像这只刷具你这样压它 它整个就可以散开 所以说它沾粉是很弱 很均匀的 如果你第一次用松鼠毛的刷具 你会发现这个毛 无比的滑 你沾了粉了之后呢 你就觉得啊 这个毛上沾了粉 然后你再往上 刷了 脸上刷完之后 你再看那个毛 你觉得那个毛已经干净了 就它好像可以把粉状 完完整整的给你 就是说从你的盘子里 给你转移到你的脸上 完完全全基本上不在这个毛上 留下多少粉 但是你使用的次数多了 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有残留 它是有很多优点的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性 就比如说这种刷具呢 基本上没办法用来刷 像那种烤的那种烘焙的 就是那种bake的那种腮红 或者说刷那种 就是压粉压得非常实的那种腮红 因为它取粉力有点弱 而且呢 你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是转圈的情况 也取不了太多的粉 如果是用那种产品的话 我就比较喜欢用我们家的小娘 Tom Ford 这一支呢 是他们家的 就是也是腮红刷 但是它是用羊毛做的 上面也有点红啊 这红这个地方 就是它可以取到粉的面积 基本上 它这支刷具呢 跟这支刷具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支刷具可以这样 怼在这儿打圈 这支刷具呢 要稍微轻轻的上完了之后 就以一种点压的方式 把这个颜色上去之后呢 然后你再把周围的这个地方 轻轻的把它晕开 所以这支刷具上的颜色 上的会更狠一些 上的会更浓一些 而且它就是在取粉的时候 也可以取到更多的粉 不太适合彩妆新手 说句实话 因为我觉得彩妆新手 用这个很容易失败 除非你用那种 不好取粉的腮红 或者你用那种颜色 很淡的腮红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 彩妆收集者 或者已经化妆有年头了 就想要一个比较 看上去比较 fancy 或者比较 luxury的那种刷具的话 这个我推荐你 因为我觉得 在市场上 所有的刷具来看的话 感觉最有档次 我是说 我不是说最实用 我说的是感觉最有档次 感觉最有档次的刷具呢 就是Tom Ford 就包括这个 Haku Holder的这个系列 我都觉得没有 Tom Ford的档次 因为我觉得有点艳俗 然后呢 这个Coyoto呢 虽然毛比Tom Ford 高级很多 做工也非常非常好 但是在刷柄啊 上面的什么的设计上 仍然没有 Tom Ford最有档次 所以如果你想 追求的是这个东西呢 我是极力推荐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 不管从手感包装 还有毛量上 都会让你觉得不错 挺好的 但是呢 在实用角度上来说 我认为偏低 并不是所有的产品 都适合它 这是我个人感觉 我尤其尤其 尤其不推荐 初学者 初学者你千万不要 考虑这个刷具 你真的练一段时间 你觉得 你就是喜欢 这个形状的刷头 然后你已经用了很多了 你也没少那么钱 乱买刷具 最后觉得 还不如多花点钱 买一个好一点品牌 那个时候你再来买它 否则的话 就真的千万不要碰 这个品牌 最后总结 发言一下 就是说 你在听别人的介绍的时候 尤其是听这种 网络上的别人介绍 因为如果你是 我现实中的朋友 如果我跟你介绍的不好 你可以来找我抱怨抱怨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可能要小心一点 不要推得太狠 但是网络的时候 因为大家面对面的 都不认识 所以说就可以随便 想说什么说什么 所以作为一个听众的话 你在网络上 看着别人介绍的时候 你一定要听三分 扔七分 因为有的时候 很多建议 都是非常个人的 是很主观的 你听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我确实缺一个东西 我就想去买 但是并不代表 你买了之后 一定会好用 你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推荐你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 你跟他是不是一样的人 还有是不是 你们俩的需求是一样 我也希望大家 回家之后呢 好好想一想 就尽量呢 去观察自己 彩妆刷具 这个现有的产品中呢 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其实被你闲置了 但实际上 是可以完完全全 拿出来再用的 就做一些 以前没有想到的 这些工作 就不需要去投资 买新货 才能达到这个 这个目的的 不管怎么说吧 还是希望呢 今天说的这些话呢 对大家有帮助 祝大家各物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